11月21日,环球网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称,美国宣布切断对巴基斯坦提供的总计多达16.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。 事实上,此前一天到20日,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罗伯曼宁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了此事。 可见,美国以着手落实中断对巴基斯坦认识援助的计划,随着美巴关系渐转恶化,两国领导人的隔空口水账也在加剧。 就在曼宁宣布切断对巴基斯坦人员之前,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货媒体向巴基斯坦共产喊话,是我们不再向巴基斯坦支付十亿几美元的费用,因为他们拿了我们的钱却不做事, 甚至此前还故意污蔑巴基斯坦,早先为本拉登提供庇护所。 此前一段时期,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还算正常化,甚至在2001年美国派人进入阿富汗进行反恐作战以来,两国还称得上盟友关系。 然而,已上任出身的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,总是怀着资助比较的心态倾向美国的对外防务费用。 似乎欧洲、日韩等所有盟友都道歉了美国一大笔保护费,对巴基斯坦更是如此。 今年以来,美国多次嚷嚷着八方只拿钱不办事,一再要求中断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。 比如年初,美国政府就污奈巴基斯坦,在对阿富汗的反恐行动中表现发力,并因此撤销约20亿美元的援助费用。 美国此举让巴基斯坦大为不满,同时也让美巴盟友关系遭遇一次真正危机。 其实,这完全是美军自身在阿富汗反恐不力。 而特朗普却找借口为美军脱开干系,把美军在阿富汗遭遇窘境的原因推到巴基斯坦身上,让巴基斯坦为美军背锅。 当然,特朗普的这一举措,必然影响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,让美军进一步陷入阿富汗战争的尼卡中不能自拔,也让美军不得不独自面临不断壮大的塔利班组织。 今年以来,美军遭受恐怖袭击的事件频频发生。 逐六月十日,三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南哈格尔省的阿新地区遭袭身亡。 九月初,又有一支美军遭到所谓的内部袭击,导致一名美军士兵丧生。 事实上,这都是塔利班武装干的好事。 美军的阿富汗反恐的这些年,虽然在美国口中,塔利班组织依然被称之为极端组织, 但塔利班实际上已经控制阿富汗一半以上的领土,成为该国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, 甚至早就向阿富汗政府提出参政要求。 同时,塔利班也成功地将美军拖入漩妄之中。 正是如此,才让特朗普心急如焚。 特朗普盘算着想要一举多得,既为美军反恐罚离开托负任, 有省区一笔开支,但这对巴基斯坦来说极不公平。 在十多年的反恐作战中,巴基斯坦为美国付出极大代价。 11月19日,八方政府披露,在阿富汗的反恐作战, 以为巴基斯坦带来7.5万多人伤亡,约123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 可见,巴基斯坦并没有如同特朗普所说的只拿钱不办事。 现在,特朗普政府却以巴方反恐不力,没有多次撤掉军援。 显然是过河拆桥的不仗义之举, 此次,美国国防部宣布切断对巴基斯坦的这笔援助款, 虽然让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落到了实处,剩下了一笔钱。 但是可以预见,少了巴基斯坦的协助,美国在阿富汗的麻烦将会更大, 总是更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